当然晋国现在是过渡时期 老臣赵崔和少壮派的先且居 他们在一起合作 先且居就是先整的儿子 先人之所以那样去自杀 为自己的实力付出代价 一方面也是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 已经足以做晋国军队的统帅 所以他才这样放心地去死 去为自己的实力付出代价 本来是让赵崔做了一个中军主帅的 但赵崔很谦让 说这的年轻人来 让先且居做主帅 自己做中军左 就是中军的副帅 在军队里边 先且居是一把手 但是在政治上面 赵崔是一把手 所以晋国现在处于这样一个过渡阶段 两代人交替的合作阶段 晋国遭受了一次攻击 取得了胜利 心有不甘 毕竟是秦国在主动地发动战争 所以对这个培亚之一 都是些报复 再说我晋国 怎么说也是一个中原霸主 霸主有很多优越条件的 一个是各个盟国 每年都要向霸主进攻 再就是霸主要打个什么仗 指定哪个国家参加 你就得参加 所以晋国现在是 以盟族的身份 号令了四个国家军队 包括他的晋国在内 有宋国 有成国 郑国 包括了晋国 四个国家军队一起 所以各国军队来 都不要国军来 都是上清的大分门带队 但是他也是一次多国部队 联合向秦国发动了进攻 这恐怕是最早的联合进攻秦国 这次进攻 春秋的作者 春秋作者是孔子 在写的时候就把他免掉了 不写这一笔 所以左传作者就要解释春秋 春秋你为什么不写 这些国家那些大富门 那些秦门 他们带队来进攻秦国呢 因为春秋的作者 尊重秦国 尚德 秦末公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我不能写这些个乌合之众 向他进攻 不能写 那就是说实际上在秦境之间 已经进行了三次战争 秦国是三战三败 三战三败 有些干扰 有些舆论 秦末公是一概不理 咱们干自己的 有条不紊的训练自己的军队 管理自己的百姓 优化自己的政策 所以它是愈败愈战 愈挫愈勇 受到挫折 使得更加坚强 更加勇敢 这个国家是顽强不屈的 这个就是秦人的精神 这就是秦人的精神 这就是秦人的精神 使得更加坚强 所以我们会有更加坚强 有一定的摩托